爸爸你在做什么 爸爸在做精灵宝可梦呢 爸爸你给我抓一只皮卡丘 我要这样很难 让我想想办法 诶 有了 你们可要闭好眼睛 我马上给你们抓回来 爸爸抓到了没有呀 当然抓到了呀 爸爸一下子就给你们抓到了柿子 我的皮卡丘 我抓到了 爸爸这里还有 结底龟 妙娃总的 哇 从今天起 你们也是神奇宝贝的训练家了 当然了也包括我 我选的是结底龟 这里面装的可不是普通的精灵球 可以说是精灵宝可梦的白宝箱 里面呢住着六只可爱的 宝可梦番乐豆 梅子都活泼好动 还有一些轨道 擂台 五种对战玩法 可以来一场精灵宝可梦的大笔屁 爸爸我们来节奏吧 笔就笔 谁怕谁啊 第一场比赛 不选轨道翻滚竞速 游戏规则很简单 波动按键 发射豆豆 谁的豆豆第一个冲到终点 谁就获胜 我是杰尼龟 我是皮卡丘 一二三开始 一二三开始 啊 这不就出了 我就约了 我明明都已经强跑了呀 难道说这是属性克制的问题呀 早知道就不应该选择截尼龟了 我们应该选择草属性的妙蛙种子 我不服这次怼换我的猪肠 我是卡比兽 我是卡比兽 你是小青吗 来 这次我肯定要赢你 我来赢 一二三 我的卡比兽是不是太胖了 跑到半截就给我睡觉去了 哎呦 输了 爸爸还要比什么呀 来我想想 这次我得选个有难度的 冰湖比赛 央三颗同颜色豆豆放入发射器中 比赛双方轮流将各自的豆豆打入精灵球区域中 黑色区域得十分 红色区域得三十分 白色区域得五十分 中间得一百分 三颗豆豆总分加起来 最多者获胜 选好了没有 选好了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我 那你来 走 爸爸这个我可以赢定了 拨了可不能哭哟 这么快就打进去一个了 嗯 我把你打出来 哎呦 哇 漂亮 这次我赢定了 你没打到我的吧 你出界了 我反而没事 哈哈 最后一颗了 使出我的绝招 把我的火球鼠打到白色区域 我就赢了 啊 平局 爸爸你还敢跟我比吗 看来只能使出我的杀手锏了 那定理来和你PK吧 好不好 好啊 这不是还有双人擂台对战 保龄球比赛吗 你有没有信心获胜 有 比赅有没有 可以 有没有 行 那你俩先玩啊 我终于可以溜了